日历镇长将东城代理镇长职务 两个多月以来积极导政政务工作 也获得地方上的肯定 只不过成而顾及要改善非一蹴可及 正代表张明慧对于政策停滞不前 无奈又气愤直询 陆赤镇公所将话要求代理镇长提高团队的执行效率 不论是地方建设产业推动还是观光发展 正代会监督直询却都毫无进展 正代表张明慧咨询指出 光是镇内排水沟管线问题 政公所会刊再会刊看了两年多 至今一样都会改善 意识殿堂上张明慧高分被咨询 看 要看回百代 都不是不知道什么状况还要看吗 你认为还要再看吗 要看几百次 他管线还是在那里啊 你不处理管管线找谁找谁来 都不处理 会从几个人来 还等到他们来 从去年我就讲说全部剪掉 剪掉就知道了 双手就出来了 有什么好看 看了几百遍还是看 没有处理 前面民众 为了要求 还是不用啊 看什么看 你要看那什么时候还是在看 有需要再看吗 玉璃镇正正建设停滞不前 不仅政代表张明慧指出也令政民失望 再者对于地方观光的推展 尤其特别针对玉璃镇地标红桥 景观环境营造与改善 政公所却先搭盖公测 张明慧气氛又无奈 直询怒斥形容政公所僵尸化 如行尸走肉 只会一直忙 一直在满宴 要呢要养护他 要花多少钱 一直在养护他 我说那个笨蛋 没有好好的利用 这么好天赐下来的恩典 这么好的地方 没有好好利用 只有在满宴 验天丢人 开钱 在那儿开钱 没收回去 笨蛋才会这样做 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个 还可以 在这里本期很想要建议我们政长 是不是来做一个可行性的规划评价 把它串联起来 连一里的神社 从这里整个 把它做成环镇的一个步道 一直到我们自行车道 来连接环镇的一个步道 我不知道政长您可以在这里多久 但是您至少让给玉里镇一个希望 玉里镇代理政长江东城 接管政长一支后 积极导政政政业务工作 但是由于人事更替频繁 专业度不足 再加上人工被动的执行态度 乘客顾及 代理政长江东城坦言 凭借一人之力 实难力亡狂澜 正代表张明慧 肯定中公所团队开始上警发条 也特别要求代理政长江东城 能提高团队的执行效率 重新建立玉里镇的新起向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